大家好我是時光寶俠的Able 今星期的一周標示回顧 我們想和大家講一隻德國的中標品牌 25年之前大家可能都覺得 所有的高級中標都是來自瑞士 直到Alung & Sonar 朗格的出現 Alung & Sonar不是25年前才出現 早在1845年的時候 由Mr. Ferdinand Adolf Lange創立 在德國的Dresden 他建立了自己的工作坊 因為Mr. Ferdinand Adolf Lange 他制標的技術非常之高超 所以也成為了一代的德國制標的傳奇 很可惜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時候 戰火就摧毀了這個Lange的標廠 之後在蘇聯佔領東德的時候 Lange也沒有再生產 所以這個牌子在市場上消失了幾十年 直到1989年的時候 Ferdinand Adolf Lange的曾孫 Mr. Walter Lange 他就萌生了要為家族的事業 注入一些新的動力 他當時火拍了 標壇的一個很成功的商人 Mr. Gunter Blaine 去註冊了Lange & Sonar這個品牌 以及開始研發新一代的Lange的碗錶 去到1994年的時候 他們第一次在市場上推出四款新錶 當中一款就是Lange A1 朗格一營 Lange A1差不多Overnight成為了經典 當時Walter Lange先生很大膽地設計這隻錶 將時分的顯示放在錶盤的左手邊 而這個錶盤上面還有一個大日力槍 以及一個小秒針 這三個功能的中心點形成了一個等邊三角 整個設計線條非常之簡潔、輕式和諧 所以大家看到都非常之喜歡 配合Power Reserve的顯示 基本上一隻手動上鏈的機械碗錶 所需要的所有功能都齊備 今年2019年是Lange A1出現的25周年 Lange & Sonar朗格為了這件事 設計了有10款 而Lange A1作為藍本有不同的複雜功能的碗錶 去紀念這件事 我們當然覺得最原汁原味的那隻是最值得介紹 所以我們這裡為大家介紹這隻 跟原本那隻在1994年推出的Lange A1 一樣大小 38.5毫米直徑白金錶殼的碗錶 配一個銀色的錶盤和一個藍色時錶 非常之精簡、非常之清晰 大日力槍裡面的數字也是藍色的 但這隻錶最特別的地方是在錶的背後 我們反過這隻錶看看就會見到一個Hunter Case Hunter Case在以前Pocket Watch淮錶的年代是很普遍的 所以今次Lange A1用了Hunter Case來做紀念滿錶 很明顯他們是想為Lange A1當年做懷錶的傳統 作出一個致敬 這個Hunter Case上面黑了朗格家族向1873年建成的一個大屋 而旁邊就有近代Lange A2個重要人物 Walter Lange A2和Gunter Berlin兩位先生的名字 揭開了這個Hunter Case 我們就可以見到很漂亮的Lange A1機心 第一件事見到的就是一個未經處理德國銀製作的四分三甲板 而上面有八個黃金套筒 黃金套筒是代表了傳統制標工藝的最高層次 而在那個Balance Cork上面 大家都可以看到制標師花了很多精神心機去雕刻了很漂亮的花紋 而最特別的地方當然是藍色的25數目字代表了今年是25周年 這個碗錶的機心就不是1994年當時的Lange A1原裝的機心 因為它是一個作出了改良的版本 是2015年當時推出的版本 最大的改良 第一就是有72小時的動力 以及日期的跳動是一個順跳的設計 即是說每到Midnight的時候 它會跳到明天的日期 這個碗錶限量250隻 定價港幣38萬 好了 今個星期一周標示回顧時間差不多了 多謝大家